花蓮县石雕博物馆第二季党齐邀请到了花蓮县其实协会举办连展 以2020系属美食为主题 展出包括了玫瑰原石、奇雅石、台湾玉、切片台作 透光石画还有雕刻等有150件作品相当的珍贵难得 爱石的民众千万不要错过 成立超过50年的花蓮县其实协会 每年的会员连展是许多爱石同好最期待的盛会 4月10号起在花蓮县石雕博物馆 以2020系属美食为主题 隆重举办年度大展 我们骑士协会的会员连展 一年度的检验 主要是以金玉满堂皇 这个石头来展现出来 金玉满堂皇就是金瓜石 玉就是那个红田玉 然后满堂就是玫瑰石 还有红石 主要是45种的种类来前线给大家看见 这个都是我们花蓮的特产 而且在地的 所以希望各位同好对石头有兴趣的来这边 来欣赏来这边感受 这次连展包括了玫瑰原石 奇雅石 台湾玉 切片台座 透光石画 还有雕刻等 共150件作品 文化局长江岳成也欢迎大家前来石雕博物馆赏识 虽然今年疫情影响 很多的展览都必须要缩小这个规模 但今年的其实协会 花蓮县石协会 它的展览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 除了我们的传统的玫瑰石花蓮玉 丰田玉 心脏石 还有一些花蓮东海岸的一些宝石类之外 其中前会长廖文雄医师 他从这个戈壁石的这种组合的 然后配合一些物件 有一个大官员豪宅府的一个装置 也是非常非常动人心弦 把这个其实你人化 然后再加上一些金雕玉琢的木剑来搭配 好像这些石头都变成了人 然后游荡这个在大官员 刘姥姥的大官员中间 颇具趣味 所以石头可以很大 可以很珍贵 可以很重 石头也可以很精巧 也可以很 使的人去赏西玩弄 然后去入味 所以各式各样的其实都在今年花蓮县 其实协会的大展当中 欢迎大家力领来观赏来知道 2020系组美食花蓮县其实协会会员连展 展期到6月28号 其实协会每天都会安排多位资深会员现场导览解说 让民众真正了解要从何处赏万十亿来提升民众的鉴赏能力 欢迎民众可以到石雕博物馆玩时赏时 深度认识最具花蓮风情的十亿作品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